大家好,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部籃球快訊 2024NBA總決賽Game2的賽事 將會在本週一 6月10日早上8點開打 蔡爾特仁將會繼續在主場坐陣迎戰獨行俠 我們M直播一樣會為本場賽事送上現場直播 雙方在Game1的時候 上現了一場以防守為主的硬仗 即使獨行俠失分不算太嚴重 但無奈關鍵的球員手感欠佳 從而遭到較大分差的失利 眼看蔡爾特仁近期這段時間發揮穩如盆石 季後賽連勝場次已經破了隊史的紀錄 當然看好他們Game2會繼續贏波二回 在NBA總決賽Game1的時候 蔡爾特仁以107比89擊敗獨行俠 主場作戰的蔡爾特仁大部分時間佔據了場面上的主動 雙方在Game1的時候 兩隊合計總得分只有196分 以現在以進攻為重心的籃球世界中 這場Game1可算得是一場偏懷舊風格的季後賽勝利 在上場比賽中 蔡爾特仁最大利好的就是 Kristaposengis的復出 因為他在後備上陣 為蔡爾特仁貢獻了20分 6個籃板外加3次封了 讓球隊不論在攻或手方面都上升了一個層次 當然除個人之外 其實贏波最大的功勞都是取決於大家齊心合力 正選的五虎全部得分能取得雙位數字 其中Jalen Brown能獲得22分的效率和產量 不愧今年東岸總決賽的MVP 另外以後備身份出場的Sam Holzer 在三分球方面兩射兩中 也搶了不少風頭 可以見得 蔡爾特仁能夠在Game1大勝獨行合 完全來貧值多方面的壓制 而形成今場的勝利 如今的蔡爾特仁已經在季後賽 連續取得8場的勝利 打破了球隊在1986年所創下的7連勝 蔡爾特仁如此穩定的狀態 相信去到Game2能夠延續火熱的勢頭 在另一邊雙方面 獨行合在Game1輸得並不冤枉 如知道蔡爾特仁他們在之前的三輪系列賽 Game1都打了相當不錯的進攻表現 而且在入局超快的蔡爾特仁 就單止打出37比20 在三分球15射7中的情況下 難掩獨行合在與蔡爾特仁雙方實力上的差距 相信在Game2的時候 獨行合將會在開局的時候 立刻提高防守意識 萬一球隊就算未能打出理想的進攻表現 最起碼要打亂對方的進攻節奏 獨行合在Game1方面 儘管他們的主場球員 Luka Doncic可以斬莫全場最高的30分 但可惜他的命中率未如理想 而獨行合另一位關鍵人物Cari Irvin 眾所周知他與蔡爾特仁之間 存在著說不清的恩怨情仇 在Game1的時候他能拿到12分 而全場最低正負值-19 即是出現了Cari Irvin 受到老冬家特別的針對所致 而對於獨行合最為不利的是 在兩大核心球員遭到嚴密封鎖的情況下 其他獨行合的球員自然插翼難飛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 Luka Doncic在Game1的時候 還不幸遭遇到失蓋的傷患困擾 當時他只是忍痛大傷作戰 在Game2他能不能出戰 都成為了一個疑問 但即使可以上陣 在個人的發揮都難免受到影響 在多種數據層面支持下 兩隊之間的心理層面高下立判 遭遇到諸多不利因素的獨行合 如果想在Game2能攀回一城 實在難過登天 而在今將獨行合的陣容方面 獨行合的前鋒Greg Brown 因私人理由將會決陣今場賽事